至於中臺泥沙 已經逐漸遠離臺灣 跡象局在昨天晚上解除了海上 颱風警報 不過由於東北季風持續增強 今天桃園以北以及宜蘭 仍然有局部的大雨或好雨發生 要請您多加留意 在昨天晚上轉為中度颱風的泥沙 正逐漸遠離臺灣 跡象局也在昨天晚間8點30分 解除海上颱風警報 不過它的外圍環流影響持續 再加上東北季風的共犯效應 今明兩天桃園以北和東半部地區 還是會有局部大雨或好雨發生的機率 跡象局在今天晚上的8點30分 解除了第20號颱風 泥沙的海上颱風警報 那泥沙颱風雖然解除了它的警報 但是它的風雨影響還是在的 不過雨勢上來講會比較集中在 我們的桃園以北 跟宜蘭這些地方 從十五號凌晨零時 到今天上午五點二十分 各縣市累積最大雨量 分別是臺北市士林區的陽明山 擎天岡 累積雨量已經突破一千毫米 另外宜蘭縣大同鄉 有三個車站的雨量 都在前五名內 氣象局表示天氣要在周四 東北季風減弱以後 才會恢復穩定 各地將轉為多雲 稻晴的天氣 從何環山松雪樓望出去 一片煙霧萌萌 這兩天受凝沙颱風影響 雨勢相當可觀 山頂也測得十二級強震風 正在整修的何環山五嶺亭工地 不敵颱風外圍環流帶來的風勢 被掃得東倒西歪 公路總局和松雪樓呼籲遊客 應避免前往山區 若要上山務必注意氣象及道路資訊 記者黃之凱 吳奇艙 楊敏峰 彭煥群綜合報導 dad 我是胡蘿佳坪東巴